耶利米书10章10节说,维耶和华是真神,是活神,是永远的王。 有人以为没有神也可以照常生活下去,何必注重神呢? 对有的人来说,虽然他们信有神,但觉得很渺茫,很遥远,不太实际,所以仍然过一种没有神的生活。 在他们的心目中,神只占有很小的地位,而将其他人,是,物看得很重很大,这是对的吗?这样做可以吗? 神是与人没有关系,可以被人置之不理的吗? 以赛亚书43章7节说,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,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,是我所做成,所造作的。 天地万物包括人类在内,都是神所创造的,我们也是从神而来的,我们的存在,乃是在祂的意念和目的之中,我们是为祂的荣耀而创造的。 诗篇100篇3节说,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,我们是祂造的,也是属祂的,我们是祂的民,也是祂草场的羊。 我们都是属神的,是祂的民,是祂的羊,当事奉祂。 我们不能离开祂而独立生存,也不能在祂之外有生存的目的。 人从始祖亚当堕落以后,所有的罪恶,都是在于要离开神而独立,摆脱与神的关系,不服神的权柄。 想在神之外,求生存,求快乐,求满足,要按自己的意思而行,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这是完全错了,也是行不通的,今生行不通,永远行不通,任何地方也行不通。 日月星辰是不能违背神,天使天君也不能违背神,都得按神的旨意运行,生存,活动。 如果不是如此,结局就是灭亡。 我们所有的问题就在于有没有认识祂是真神,是活神,是永远的王。 我们越认识祂的真,越体验祂的活,越尊重祂的主权,就越蒙恩,得福,找到真正的出路和归宿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